好,我们2.1节要介绍一个东西叫Sequence 这个Sequence呢,国中应该就学过了 这个叫做树裂 我以前念树的时候,国中就有了 Sequence 那请你把它的英文记一下好不好 Sequence 这个Sequence呢,在工学很重要 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 来,没有问题哦 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Sequence 那你洋洋傻傻写那么多英文 反正投影片上字也很小 告诉你它不太重要好不好 什么叫Sequence,记住这句话就好了 我只把一堆实数丢在一个大括号里面 这样就叫做Sequence 举个例子,像我随便丢 不一定要照大小次序排哦 我先丢-1,再丢-5 然后再丢-3,再丢-2 然后突然先丢个-5i 再丢个-2 再丢个-3 随便点点点 这样就是一个Sequence 这样就是一个数列 只要丢在一个大括号里面 这样就是一个数列 然后有了一个数列之后 其实它严格的定义 它应该是说一个函数 从自然数对到实数 这样我们就称作它是一个Sequence 那我不管那么多 好,那我们第一项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A1 所以代表自然数的1 对到的是-1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好,第二项我们叫它叫做A2 代表自然数的2 对到的是-5 第三项我们叫它叫A13 第四项我们叫它叫A14 点点点下去 很简单 对不对 好,那我给你一个Sequence 不见得它有规则 不见得它有规则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例子 一点规则都没有 对不对 规则怎么来的 我自己随便丢的 所以一点规则都没有 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有规则的Sequence 像你国中学过的等差数列 1 3 5 7 9 点点点 它们公差是2 有没有 这个数列它就有规则 好,像你以前学过的等比数列 1 2 4 8 16 32 点点点 这个就是等比数列 对不对 这就是有规则的 那通常有规则的呢 我们就想知道 它跟N之间的规则 有没有 例如第一项它是1 第二项它是3 第三项它是5 第四项它是7 那我问你 第100项是多少 第N项是多少 有没有 第一项是1 第二项是2 第三项是4 第四项是8 那我问你它第10项是多少 你可以帮我找出一个规则来 好,那我们就要写出它的DN项 所以DN项就很重要 如果有规则的话 DN项就很重要 那DN项我们称它 称作一般项 Geno-Ten 把这个名词记起来 一般项 Geno-Ten 或者叫做DN项 N-D-H-Ten 可以吗 DN项或者叫做一般项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通常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DN项 或一般项 写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通常可以写出它的DN项 或者一般项 就可以代表它的Sequence 好 然后像这里呢 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这一节最重要的例子 因为你一直看到它 它有很多性质 好 An这个Sequence 它就会等于 N加1分之1 所以代表它的DN项 是N加1分之1 好 这个国中就会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An这个Sequence 通常会这样子写 那第一项是什么 N-1带进来 1加1 2 2分之1 N-2带进来 2加1 3 3分之2 4分之3 点点点这样下去 好 到这里都应该没有问题哦 好 请你把左边那张图画一下 这张图是你以前 国高中没有学过的 国高中老师画的是另外一张图 那这张图呢 在这个讨论数列以及数的时候 很重要 尤其是数列的时候 好 这张图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把这些值呢 标在一个 一个二度空间上面 像这个点 这个红色的点 这个点呢 我们就是A1 这个点就是A1 对不对 就是1分之2 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Y值是1分之2 那这样相对应的D1 就是代表第一项 好 来开始走 这边1对上来代表第一项 它的Y值就是A1 这个值是多少 2分之1 这样可以吗 好 2这个点带进来 2这个点带进来 是2分之2 对不对 A2这一项是2分之2 A1这一项是2分之1 对不对 A3这一项是3分之3 2带进来这个点 这个图你要画 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A2 对不对 A2 那A2是谁 就是2分之2 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点呢 值的就是A3 对不对 这个点值的就是A3 对不对 A3就是多少 4分之3 刚一直下去 所以这个7 对上来这个点叫做A7 它就是8分之7 有问题 这个图在这里很重要 好 好 那你看到这个图字 你应该有感觉 它在二度空间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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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黏在一起 那它不会黏在一起 代表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不连续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一个Sequence 它是一个不连续的函数 它是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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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个Discontinuous的函数 好不好 我们这个定义 它主要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函数的观念 来定义一个Sequence 1就对到1分之1 2就对到3分之2 3就对到4分之3 所以我们2分之1就称作第一项 3分之2就称作第二项 4分之3就称作第三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二度空间图形来表示 这是你以前国中高中没学过的 那你表示点 把这些点描出来之后 你发现它是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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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个不连续的函数 Discontinuous的函数 好 看一下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不连续的函数 看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都蛮简单的 最难的只有这位题 其他都很简单 那这位题呢 有些高中数学就有了 像一天我 前面文化的时候 我记得我补充教材就有了 一中的补充教材 好 好 来 有没有没插完的 那个点你不要画那么多 你画几个点就好 你不要说老师 那个投影片上有2 4 6 8 10 12 14 15 你就画15个点 不要好不好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这种图 所以你不要画那么多点 好 我们来看个例子 像这边有一个Sequence 它告诉你呢 说它是一个Sequence的前面几项 First Futures 前面几项 对 然后它告诉你说 这几项的规则是连续的 要你去把它DN向求出来 那这种题目怎么做 这种题目国中高中最常做 好 DN向怎么做 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一项 这个是第二项 这个是第三项 这个是第四项 这个是第五项 有没有 所以你就要去找出它相对应的规则 我把它写在这里 这是第一项 这个是第二项 这个是第三项 这个是第四项 这个是第五项 这个是第五项 那我个人的找法会有一些次序 每个老师的找法都不一样 我会先看它的正负号 正负正负正负交错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负一等几次 好 所以我就开始看 第一项的时候它是正的 所以它不是N-1 就是N加1 你说老师 你要用N-1还是N加1 随便你 好不好 随便你 第一项是正的 所以1带进来1-10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是正的 第二项2-1-1 你写完之后 你要自己带来看 3-12 所以是正的 第三项是正的 类似像这样 那你说N加1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你要N加1也可以 好 接下来它每一项都是一个分数 所以就画一个分数 对不对 那我就先看分子 分子呢 它第一项是多少 分子的第一项是3 A等于N等 第一项的时候是3 对不对 第二项的时候是4 第三项的时候是5 第四项的时候是6 第五项的时候是7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1加2 对不对 第一项的1加2 第二项的2加2就变4 第三项的3加2就变5 第四项的4加2就变6 第五项的5加2就变7 所以分子是谁 N加2 很简单 那分母呢 分母看一下5 看一下到25 25大家就应该会想到5的平方 125你就应该想到5的3次方 625就会想到5的4次方 因为照规则这样下去 所以这个是5的5次方 对不对 3125 所以你看喔 第一项的时候是5的1次方 第二项是5的平方 第三项是5的3次方 第四项是5的4次方 第五项是5的5次方 所以第N项就是5的N次方 所以第N项就是5的N次方 你觉得会考吗 不会 这种屏幕怎么可能考对不对 考你会浪费我的版面 也不一定喔 等一下哪天我心结来想 想送你两颗我就考虑 应该是不会出了 没有问题喔 这个很简单 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我们回来先看一下这一张 我们刚刚看的这一张 有看到这边有个点 我们刚刚讲 我们的sequence 可以描绘在二度空间上面 它就变成一个点 一个点 一个点 对不对 你有发现这个点呢 它的Y值 这个点就好像是Y值一样 它会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 一有没有 它会一直往一靠 所以我们跟以前我们学的函数一样 我们就会想知道它的极限 它的极限 好 所以接下来定义 2.1.2 它就要告诉你说 它的极限怎么定义 那我们一样 我们不讲严格的定义 这个在数学上都有严格的定义 你如果要考准学考 或者要考人就所教会 所以对所有一种大于0 会存在一个正整数N 使得你的AN 你的N大于这个正整数的时候 你的AN到L的距离 就会小准的误差范围一种 那我们不管那么多好不好 好 你用直觉的来看 这什么意思 这代表当N需近到无穷大 就是无穷远的那些像 什么叫无穷远 一万像一千万像一千 一亿像以后 对不对 那些像 它都会很靠近L 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张图 你要画一下 你要画一些点 不用画那么多点 你就画一下 你看这些点 这是代表第一像 对不对 这是代表第二像 前面的几像我不管 前面几像我不管 但是当你的N增加的时候 这个Sequence的值 要越来越接近一个固定的数 叫做L 那这样我们就说 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 AN等过 像这个 这个是震荡的 一下子负一下子正 一下子又负一下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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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还是很靠近L 还是很靠近L 像这一种就是了 只要当N趋近到无穷大 只要当N趋近到无穷大 像这个 负负正正正 负负负正正正 没有关系 当你N很大的时候 它还是很靠近谁 对不对 这个负负负正 全部都是正 但是当你N很大的时候 它就很靠近L 有没有 很靠近L 这样我们就写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的 AN等L 我希望你画这个图 你要会描这个点 不用描那么多 但是你知道那个点 N等1的时候带进去的点 N等2带进去的点 好吧 把那个点描一下 好 好 那同样的有极限呢 这个极限值 就会存在跟不存在 对不对 如果这个极限值 L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L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它存在了 那我们就说这个sequence 收敛 跟以前都一样 对不对 如果这个L不存在 就是无穷大是不存在 无穷大负 无穷大负的震荡的数 它不存在 反正算不出来 我们就说它发散 收敛 所以你只要牵涉到极限 或者牵涉到无穷多项的核 都一样 因为无穷多项的核 也是用极限来定义的 你只要牵涉到极限 极限值只要算得出来 我们就说它收敛 极限值只要算不出来 我们就说它发散 算不出来 这边不存在的意思 包括无穷大负 无穷大或者是震荡的 只要没有固定的数 我们就说它发散 好 到这里都应该很简单 好 把图画一下 好 好 好 这边很简单 所以等一下一定会不会觉得我睡觉 好 但是你这边如果没有学好 你后面就会忘了 就会弄得一塌糊涂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往下 好 尤其是呢 如果我把Sequence的题目出一题 Series的题目出一题 到时候你就不知道哪个 好 好 那跟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如果知道两个函数的极限 那我就会想知道说 这两个相加减的极限 相乘的极限 相处的极限 相处的极限 乘上一个常数的极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现在知道是两个Sequence的极限 我们现在知道是两个Sequence的极限 给你一个AN 一个VN 两个Sequence 我告诉你两个Sequence都收链 来这个把它条件化一下 要两个都收链才行 两个都收链才行 才有这些性质 跟我们一样 我们以前在学函数的时候 要两个函数的极限都收链才行 好 都收链的话呢 那会有哪些性质 这个很简单 跟我们以前学都一样 相加减 取极限 就会等于先取极限再相加减 你看 就看过去大家都会 对不对 一个数列乘上一个常数取极限 就会等于先取极限再乘上这个常数 常数数列的极限 是自己 对不对 就是不管N是多少 都是C 那你N到1000还是C 到1万还是C 到1还是C 到无穷大相 都还是C 对不对 两个数列相乘取极限 会等于先算出个别极限再相乘 两个数列相处取极限 会等于先算出个别的极限再相处 但是分母一样不可以是0 跟我们以前学的函数都一样 对不对 好 再来 一个数列的P次方取极限 就会等于先取极限在P次方 那这边强调P要大于0 AN要大于0 这个是比较好算 把所有的那个 比较不容易的 都把它去除掉 对不对 比较简单的 这应该都很简单 看一眼就好了 好不好 因为你以后也不太会用到它 因为这个都很直觉的 只要两个周列 就可以这样做 好 像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例子 对不对 刚刚的例子 N除以N加1 所以我们刚开始学养成习惯 慢慢分析一下 AN是谁 DN相就是N除以N加1 你说老师这很简单 对很简单 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分析 你以后才会弄得很清楚 什么是数列 什么是极数 好 AN N等于1的时候 我们通常 我们没有写代表 从第一项开始 好不好 那以后呢 不一定要从第一项开始 你可以从负的项开始 甚至你以后 学到公数的时候 会看到 从负无穷大开始的 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你会看到什么 然后伦之什么极数 那就从负无穷大到伟穷大 那在负变上面是一个很重要 在公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极数 好 N从1开始 N等于1的时候 它就是1分之1 刚刚看过了 N等于2的时候是2分之2 N等于3的时候是3分之3 刚刚看过了 那我们刚刚也看过这张图 所以这个我就不写了 好 现在我们要看它的极限 好 它的极限怎么做 来 跟我们以前学过的一样 N趋近到无穷大 N除以N加1 来跟我们以前学过一样 除以分母的最高次项 所以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 X除以X 对不起 错了 好 除以分母的最高次项 分母的最高次项是谁 N 所以分子除以N1 所以变成1加上N分之1 对不对 好 N趋近到无穷大 这个是0 好 N趋近到无穷大 这个是0 所以算出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1 因为分母1加0不等于0 跟以前学都一样 对 做法都一样 好 以后不要这么麻烦 好不好 以后请你看这个次方 这个次方如果一样 这边的次方跟这边的次方 如果一样 就是前面这个系数相处 这是高中老师告诉你 对不对 如果上面的次方比较大的 就趋近到无穷大 如果下面的次方比较大的 就趋近到0 对不对 高中老师告诉你 以后拿来用就好了 因为以后这只是一个计算过程而已 好 这没问题 来 你想一下 它跟这个都不一样 你回去的时候你比较一下 你看 以前你有学过这个 做法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做法不是一样吗 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异 回去想一下 你甚至可以用电脑 如果你会用MacBook MacBook MacBook 随便你 哪一套都可以 你可以把它图画一下 你画一下之后 你就会比较两个之间的差异 你去想一下 两个之间的差异 有什么不一样 好不好 做法是一模一样 它的极限值都是1 这给你当作业 有兴趣的同学你试试看 这也不会考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再往下 所以你看 从图上来看 真的很靠近1 当M变大 它真的很靠近1 你看到它第七效的时候 就8分之7了 就很接近1了 跟1之间只差1分之8 那8分之1是多少 雷0.125 对不对 就很近了 好 我再往下看 到这里都很简单 我刚刚忘记讲一个了 这个算出来是一个固定的数 一个固定的数 养成习惯 我们就把它收敛 一个固定的数 养成习惯 我们就把它收敛 所以请你加上一个convergence 那如果算出来是一个不存在的数 包括无穷大跟富无穷大 那我们就说它放散 无穷大跟富无穷大是不存在的数 好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sequence An 它告诉你说呢 我这个sequence Dn 下 它是有规则的 它是负1的N字方 养成习惯 刚开始学呢 把它展开 你说老师 我国中就学了 那还是一样 你把它当做你不会 好不好 N等于1的时候带进来是负1 N等于2的时候带进来是真1 3带进来的时候负1 4带进来是真1 5带进来负1 5带进来是负1 5带进来是负1 6带进来是负1 6带进来是负1 7带进来是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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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带进来是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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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之后呢,我问你说,这个到底是收敛还是发散? 什么叫做收敛还是发散? 就是当N趋近到无穷大的时候,它会不会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 如果它会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我们就说它收敛 如果它不会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我们就说它发散 这个在数学上我们可以严格证明,这边我不管,好不好? 你用想的哦 无穷远的那些像,如果很靠近1 那它下一像就变成负1 再下一像就变成正1,再下一像就变成负1,对不对? 如果无穷远的那些像很靠近负1,那它下一像就是正1,再下一像就是负1 所以它永远不会趋近到一个固定的值哦,它一直在阵仗的 它只要不会趋近到一个固定的值,我们就说这个sequence 它是什么? 发散,divergence 只要它不会趋近到一个固定的值,我们就说它发散 这个数列它是发散的哦 蛮简单的哦 蛮简单的哦 你自己会的话就把这张图画一下,好不好? 蛮简单的 这一节跟下一节都还很简单 从2.3节开始 就开始讲说积分测试法,那就开始很麻烦 好了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排斥这一节 因为这一节对工学而言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学到一些讯号,一些通讯的东西,这一节东西都会用到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定理2.1.4,这个应该是这一节最重要的定理了 这一节有几个重要定理,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2.1.4应该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个定理我一定会考的 2.1节我一定会考这个定理的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 要看我配分的怎么样 如果不够的话 题目出的太少,还是会发出来考 好 他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说呢,我先给你一个sequence an 给你一个sequencean 这个sequencean给你之后呢,我可以把它标出来的 标出这些点 所以这个点就是第1项 这个就是第2项 这个点就是第3项 这个点就是第4项 再强调一次 这个是离善的 第5项第6项 它是不连续的 所以我就给你一些蓝色的点 我先给你一些蓝色的点 我先给你一些蓝色的点 你不用画这么多点好不好 你画一些点就好了 你画这么多的话,画完就下课 好 我给你这些点之后呢,我忽然间我发现 这些点呢,会刚好落在一个 红色的函数上面 我刚好落在一个红色的函数上面 什么意思 你通常我可以找到一个函数 使得这些函数的值带进来 1带进来刚好就是A1 所以A1带进来 A1的值就刚好是F1带进来 A2的值刚好就是F2带进来 A3的值刚好就是F3带进来 A4的值就刚好是4带到F 没有用力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sequence的值 这个数列的值 刚好会1负在一个函数上面 这个数列的值刚好会1负在一个函数上面 这个数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会1负在一个函数上面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函数怎么找 很简单 等下我跟你讲 你就把N改成Ak10就好了 你看 AN等于 F5带进来 你把这个N改成Ak10 不就变F5带进来 所以这个函数很简单 你马上就可以找出他所依附的函数 好那你找出这个依附的函数干什么 如果这个依附的函数他会靠近到一个固定的数叫做L 如果这个依附的函数也就是说这个红色的函数你看 这个红色的函数他会很靠近到一个固定的数我们叫L 好 你所依附的函数都趋近到L了 那你现在只是这个函数上面的某些点 一个点一个点 你看喔 你红色的这个函数 红色这个函数都会靠近到L了 你只是上面的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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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些点都依附在这个函数上面喔 那当然这些点也会跟着靠近到 直觉想就是了 所以我们不证明 蛮简单的 你所依附的函数如果很靠近L 那你上面的这些点 依附在他身上的这些点 当然也会跟着走到L 这有问题 没有问题啦 这是这一节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喔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为什么不直接求这个极限就好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极限有时候不好算 但是呢有时候他相对应的 他所依附的这个函数的极限就很好算 因为我们在函数的极限上面有很多种 像零分之零 我们可以用罗毕达 零乘无穷大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罗毕达 然后再转成零分之零 或无穷大分之无穷大 所以呢 原来的函数的极限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定理可以处理它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找出他所依附的函数 那我们就发现他依附的函数 会趋近到某一个L 那依附在上面的点 当然会跟着靠近到L 来看个例子 都画完了吗 有没有没画完了 这一节最重要的定理 像这一个 然后这个你要求他的极限 直接求几乎是不可能的 Nature Log N除以N 你看这么丑 如果是要变Nature Log N是1 那就简单了 大家都会 但是他现在变成Nature Log N除以N 我不会 但是你仔细看 这个东西好像跟一个东西很像 那个呢 Nature Log X除以X X趋近到无穷大 很像有没有 X跑到无穷大 无穷大除以无穷大 罗毕达就可以用 所以你就要去找出他所依附的函数 这样可以吗 那所依附的函数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上面写的 你就把所有的N都改成X 就是他所依附的函数 好不好 所以你就把N改成X 把N改成X 就是他依附的函数 那我们通常 考虑N都从1开始 如果他没有特定写都从1开始 所以我们的函数只要考虑从1开始就可以了 这有问题 好 所以我再写一下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一负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AN DN项是谁 DN项就是Nature Log N除以N 对不对 就会刚好是等于F 把N带进来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F就是他所依附的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F这个函数的极限 我刚刚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的极限 就像刚刚讲的 我先找到他所依附的函数 像这个 找到他所依附的函数 红色的这个函数 然后再去看红色这个函数的极限 这个极限值是谁 那上面的这些蓝色的点 就会跟着趋近到谁 怎么样 就跟着趋近到谁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他所依附的函数 他的极限值是谁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以前算过了 我不用其他颜色 你看 以前的Rovita在这里 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而已 无穷大除以无穷大型 所以他就应该会等于 分子的微分 除以分母等微分 对不对 再去极限 好分子的微分是x分之1 分母的微分是1 所以就变成limit x趋近到无穷大的x分之1 无穷大分之1 所以他所依附的函数 极限值是0 他所依附的函数极限值是0 那我们二话不说了 这些an 他是依附在上面那个函数上面的 这些an 他是依附在 Nature log x除以x这个函数上面的 所以他的极限值当然也会跟着是0 他的极限值当然也会跟着是0 所以为什么要找出他依附的函数 因为他依附的函数的极限 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已经学过了 我们已经很厉害的 一些函数的 求极限的方法 包括 包括罗毕达 还有以前我们上学期学过的一大堆 求极限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最重要是用罗毕达 最重要是用罗毕达 像如果我现在问你 Sine N除以N 你回去可以做做看 Limit N去进到无穷大 这个在公数上 不是在公数 在公学院里面 这个函数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函数会跟所谓的 Sync函数有关 Limit N去进到无穷大 Sine N除以N 多少 回去可以试试看 好了 不会考了 功务可以 只是会想到 这在公学院里面 很重要 好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 应该蛮简单的 没有问题了 以后考试都写这么麻烦 不用 给你个简洁的写法 以后考试只要写红色 这个就可以了 怎么写 我现在要求的是Limit N去进到无穷大 Nature log N除以N 那这个极限值会等于 它所依附函数的极限值 如果存在的话 它所依附函数的话 是什么 是这个 那我自己就让它相等 相等完之后直接就用罗比档 无穷大除以无穷大型 AX 的分之1除以1 所以就等于Limit AX 的趋近到 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1 这样写不就好了 所以以后考试这样写就好 打信号的地方这样写就好了 直接等于它所依附函数的极限 这样写不就好了 不难了 这种笔形我一定会考的哦 好 这一题可以再讲一个 那你说老师 我这样写不就好 AX 六个N除以N 就会等于 A无穷大除以无穷大型 直接用罗比档 对不对 对不对 直接就你 一样啊 如果这一题10分 这样写我给你10分 红色的写法我给你10分 这个给你10分 上面这个我给你全错 那你说老师 流程不是一样 为什么下面是10分 上面是全错 征求各位后辈 能够告诉我 上面那个为什么错 总平均就加你2分 对不对 只要答案的就举手 为什么错 为什么不是连续函数就错 要完全答对了 为什么不是连续函数就错 他对一半 好总平均加你1分 对一半 等一下下课来找我 总平均我帮你加一个 好 公布答案 为什么他不是连续函数就错 因为你这边用到什么 用到微分 你要记得我们有学过一个定理吗 可微就一定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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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连续的话就一定是 不可以微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他不是连续函数 所以他不可以微分 他不可以微分 所以他怎么会出现微分呢 所以上面写是错 好不好 所以考试你不可以用上面写 下个来找我 考试不可以用上面的方式写 要写下面红色的部分 你要换成X 你看你只要换成X就全对了 这么久总算有个人答对一半 问了三个班级 只有一个人答对 诶四个班级 就只有一个人答对 这个你不会没有关系 你不要气馁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 因为有一天呢 我走过微积分咨询室 然后看到你们有 不是助教 不是那个专任助教 是那个研究生的助教 他就一副 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就教着下面的学生 就在那摆板上 一直写 一直写 然后就写出这个式子 然后讲的 正正有X 这样讲的 我就走过去我就看到这个式子 看一看 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开始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错的 好 因为它不可以微分 你要化成X X才是可以 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不一定可以微分 但是不连续就一定不可微 好来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定理 这个叫夹极定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刚刚那个定理比较重要 这叫夹极定理 我们以前在函数的时候 有夹极定理 同样的我们在极数这边 在数列这边也会有夹极定理 在数列这里 在sequence 这边也会夹极定理 然后夹极定理 一开始 跟以前一样 我给你三个sequence 这三个sequence 之间有大小关系 an 比较小 vn 是中间的 cn 是最大的 三个sequence 之间有大小关系 但是注意这里 跟我们以前学的一样 这个我们不一定要从 第一项开始 我们可以从某一项 例如从1000项开始 从1亿项开始 才有这个规则 都可以 没有关系 好 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 无穷远的那些想 所以你一意还不够大 还不够大 如果你发现 比较大的这个sequence 它的极限 跟比较小的 就像涂上这个 涂上这个蓝色的 这个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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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sequence的极限 跟 底下这个黑色的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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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极限 如果都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 都靠近到一个同样固定的值 有没有 这边都很接近的 对不对 那你用眼睛看 也看得出来 中间红色被夹的那一个 当然靠近到一个固定的值 这可以证明 不证 我们就是说 尽量用土 让你很容易了解它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证明 把它弄懂 用土用简单的概念把它弄懂 所以这就夹极定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极限值 比较大的 数列的极限值 跟比较小的数列的极限值 是一样的 夹在中间的极限值 当然也会跟着是一样的 好 没有问题 这里最重要是画这张图 我记得我留空白给你画图 如果没有就画旁边 最重要是画这个图 你不要点那么多点 你不要说老师上面有那么多点 你不用 就点几个点 也不一定要画得长得跟他一样 你只要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 然后一个夹在中间就好 好 应该没有问题 不可以讲太快 因为上个班级呢 我本来想赶课 赶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一点讲完 都真的赶不成 反而造成尴尬的时间 因为在15分钟的时候就不知道要是下课还是不下课 所以慢慢上 你就慢慢 好来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等一下跟你讲他怎么做之后你会觉得他很简单 但是我跟你讲实话这个例子我大一看到他的时候 我真正想了一天 我在想出来要怎么做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课本里面他不是例子 他不是例子 他是Exize Exize 就是没有答案回家自己想 那时候我想了一天 我想不出来怎么做 而且我想出来了 但是呢 想出来那个方法 很烂 好 那你看 等下看这个方法你会觉得 其实他很简单 他根本不就要想那么久 我这边主要是要告诉你说 你在做这边洗底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因为这边的洗底呢 他用的方法很多 而且提醒怪状的方法很多 那不见得你一下子就想得出来 你可能要想很久 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想了一天 想了一天之后呢 到最后你想出来答案竟然是很简单 三行就写完 而且在三行是很简单 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做 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夹集定理来做 好 我们看到的是N阶层除以N的N字方 好我们再讲一次 通常我们看到N在微积分里面看到N它就是离散的 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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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但是我们的N都是大于等于1 通常如果不写就从1开始 特别指定的话 Rul从-3开始也可以 好那我们N从1开始的话 那这个一定是大于0的 对不对 大于0的 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们把它展开 来N的阶层就是 1乘以2乘以3乘乘乘乘到N 所以高中就知道了 N的N字方是什么 就是N乘以N乘以N乘乘乘乘到N 所以乘了几项 乘了N项 所以它有N个copies 这个国小就知道了 好那这个怎么办呢 你看 技巧在这里 你只要会这个技巧就不用想多久了 我把N分之一这项提出来 剩下的用一个 小括号把它刮住 第二项就是N分之2 乘上N分之3 再乘乘乘乘到N分之N 这里都应该没问题 好仔细看这里 通常你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有看到2跟3 跟代表一定比3大 对不对 如果呢 N是2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中间这一项 没有 N是2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两项 这些项就不会有 好但是你用眼睛看 然后N分之2 这一定小于等于1 对不对 你说老师它一定小于1 没关系我用小于等于 N分之3这项也一定是小于等于1 N分之2它等于1 它也是小于等于1 什么意思 一个数 乘上小于等于1的数 这边有一个数叫N分之1 N分之1乘上一个小于等于1的数 N分之1乘上一个小于等于1的数 小于等于N分之1 对不对 再乘上一个小于等于1的数 还是小于等于N分之1 对不对 再乘上一个小于等于1的数 还是小于等于N分之1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整个乘完之后 还是小于等于N分之1 因为这个小于等于1 这小于等于1 这小于等于1 对不对 所以它乘完一定会小于自己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式子 我想出来还比这个难 好 所以你有这个式子之后 有了 我找到这一个sequence的 一个比它小的sequence 是一个常数的sequence 不管N是多少都是0 我找到一个比它大的sequence 它是1分之1 所以我就看看 比较小的这个sequence的极限 所以N趋近到无穷大 这个sequence 不管N是谁 它都是0 那它极限当然是0 对不对 然后比较大的这个sequence 它是1分之1 所以N趋近到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1 当然是0 所以比较小的sequence的极限 跟比较大的sequence 的时候极限是一样 所以夹在中间的sequence 当然极限值就是0 你看这么简单 真的要想那么久 很简单吧 看下方点 非常的简单 好 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上 好我们再往下看 来看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它是这一节 最不重要的定理 但是它的结果也蛮好的 所以你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这个结果也还不错 把它记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an 我们现在看到的 几乎都是正向 对不对 我们虽然看到一些 正负正负交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讨论的大部分都是正向 像N除以N加1是正向 有没有 Nutralog N除以N也是正向 N阶层 N阶层 除以N的N四方 也是正向 对不对 好那如果你有些正负交错的时候 有些正正负负 正正负负 这样子正负交错的时候 等下我们就看到一个例子 那它的极限怎么求 那这边有个定理告诉你说 如果 只有0才可以 如果你先不要管正负号 什么就是不要管正负号 就是给它加绝对值 加绝对值就是不管正负号 当你加了绝对值 不管正负号之后 它的极限值是0 那你把绝对值拿掉 就是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还是0 注意这里 只有0才可以 只有0才可以 如果这边是1 那这边就不会是1 不一定 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 就可能会错 这边如果是3 那这边不一定会是3 是0才可以 0才可以 再讲一次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你的正负号 我先把正负号拿掉 先不考虑 那怎么把正负号拿掉 加绝对值 如果加了绝对值 就把正负号拿掉之后 它的极限值是0 你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也还是0 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也还是0 好吧 那我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证明 这个证明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an这个sequence 对不对 an这个 第n项 这个general term 它一定会小于等于 你自己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自己的绝对值加负号 对所有的n都成立 你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来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我把例子举在这里 好不好 好像2 2的绝对值是多少 当然是2 对不对 所以它会小于 你说老师等于 没错 等于不就小于等于吗 没有错 好 2一定会大于等于 负2的绝对值 2的绝对值加负号 不是负2的绝对值 2的绝对值加负号 因为2的绝对值加负号是负2 没问题 正的部分是这样 如果是负的部分 负2 负2加绝对值 变正2 所以一定比它大 好 负2加了绝对值之后变正2 再加负号 又回来负2 有没有 随定跟它一样 所以 你一个数一定会大 一定会大 1等于自己的绝对值加负号 小1等于自己的绝对值 这是一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到甲棘定理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上面这个极限 Limit N 基金道无穷大 N 这个绝对值 我们刚刚讲 这个绝对值 极限值是0 这边只是多一个负号 这个极限值是0 一个极数 一个数列 对不起 一个数列不是极数 一个数列乘上一个常数取极限 就会等于先取极限再乘上这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这个的极限是0 在乘上负1 还是0 所以 比较大的极限值是0 比较小的极限值也是0 所以上下极限值都是0 利用夹极定理就知道 夹在中间的极限值也一定是0 好 你自己先想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0 这个地方是1 然后遇到什么情况 好吗 这个地方是1的话代表 上面的极限它会趋近到1 比较大的会趋近到1 比较小的极限呢 会趋近到1 再加一个负号 就会趋近到负1 所以你只能告诉我说 这个的极限会落在1跟负1之间 你并没有办法告诉我它是1 还是负1 好不好 所以它就不一定是1 但是0就刚刚好 好看一下我们问题 蛮简单的一个定理 没有问题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看下面那个例子 下面那个例子 你应该会做 好不好 它是什么 n的 负1的n次方 负1的n次方 除以n 对不对 那一开始你先不要管正负号 然后不管正负号 它极限只是0 所以你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极限只是0 好都抄好了 往下看 这个例子 它告诉你说它的dn向是谁 它的dn向是 负1的n次方 除以n 好那我们先把它 的sequence 写出来 n等于1的时候就是负的1 对不对 把它sequence 写出来 负的1除以1 所以就负1 n等于2的时候就变正的 所以就变成2分之1 n等于3的时候 变负的3分之1 n等于4就是4分之1 点点点 这就是我们sequence 所以你看以图形来看 A1就是负1 A2就是2分之1 A3就是负的3分之1 有没有 这样震荡的 跳上去跳下来 跳上去跳下来 但是它只会越来越接近0 越来越接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的概念对不对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越来越接近0 刚刚弟弟告诉你 我们可以先加绝对值 加绝对值的意思就是 不要管那个正负号 对不对 不要管那个正负号 你看加了绝对值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这个 负1的n次方 对不对 就可以直接考虑 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的n分之1 不考虑正负号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0 不考虑正负号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0 所以呢 原来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也一样 是0 不考虑正负号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0 我们现在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也一样是0 其实这种东西很重要 这种概念也很重要 我刚刚 这个定理还好啦 我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个概念 这个定理它主要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sequence 它有正负号 我们加绝对值的意义 是把正负号拿掉 先不要管正负号 如果你不管正负号之后呢 它的极限值是0 那你把正负号补回去 它的极限值也一样是0 不管你在念数学还是在念物理还是在念化学 它们都有很多定理 它写得很漂亮 像这个定理写得很漂亮 an的绝对值取极限就等于0 那你an的极限值就是0 你看写这么漂亮 写完之后很多人都一直在背 在背这个定理 背完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就等于百背 你在学物理也是 物理有很多定律 对不对 有很多定律 它定律它已经写得很漂亮 像什么正负定律 拉密定律 它已经写得很漂亮 写得很漂亮之后呢 很多人都只会背什么 Phiα除以α等于Phiβ 除以β等于Phi 我讲没错 拉密定律是这样 对不对 很多人都只会背这个 背完之后 它有什么意义吗 你不知道你只会背这个公式就没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去了解一下 它在物理上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公式呢 或者这个定理 它只是写得很漂亮 让人家 更好记而已 但是你应该是了解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没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 看下咯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刚才如果是商学院只交到那个地方就好了 那我们工学院再多学一点 那多学一点呢 我们会学到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然后一个monotone的 monotone的一个定理 bundit的一个定理 那在学这个定理之前呢 我们要先学什么叫做递增 什么叫递减 什么叫做monotonic 好吧 好那其实呢这个呢我们以前在学函数的时候有稍微看过 我们在函数的时候有看过 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微积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判断一个函数是递增还是递减 对不对 递减 好 同样的我们一个sequence我们也可以判断它是递增还是递减 来我们这边讲的递增它是指的是严格递增 这边讲的递增就是后项一定要比前项大 没有等号 那我们就说它递增 太简单了吧 第二项比地项大 第三项比第二项大 这样下去有没有 后项比前项大 我们就叫递增 好那什么叫递减 后项比前项小 就叫递减 后项比前项小 递减 好 如果我说一个sequence是monotonic monotonic的意思是单调 单调 单 什么叫做单调 就是它不是递增就递减 单调的意思如果告诉你说这个数列这个sequence是单调 那它就是两种情况其中一种 这个数列不是递增 不然就是递增 好不好 所以就给它一个统增叫单调 它很单调 它不是往上走 就是往下走 所以它非常的单调 好看下面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例子呢 我们这 这一节已经用了很多了 对不对 看到它很多次 有没有看到 这个第一项在这里 第二项在这里 第三项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后项都比前项大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递增 所以它是一个递增 所以它也是一个单调的一个sequence 单调的一个sequence 单调的一个数列 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看 好 像你要去证明 这个东西是递增 要你去证明这个sequence是递增 好 那怎么证明一个sequence 一个数列是递增 来我先把它DN项写出来 这是我们DN项的 那怎么证明它是递增 那我们的目的 我们把目的写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证明 这个英文都很简单 我们想要去证明什么 证明它是递增 也就是说呢 后面那一项会变得比较 小 对不对 后面那一项会变得比较小 没问题 这是我们要去证明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证明 后面那一项会变得更小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后面那一项会变得更小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把后面那一项 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什么叫做an加1项 这高中就有了 an项是n加5分之3 所以an加1项就变成什么 n加1 再加5分之3 这不叫废话 好 所以就是左导 n加6分之3 很明显的它就是递减 很明显的它就是递减 你说老师多明显 你看 an等于 n加5分之3 亨姆是n加5 n加5跟n加6比起来 n加5是不是比较小 对不对 亨姆越小它的值越 大 对不对 亨姆越小它的值越大 有没有 亨姆越小它的值越大 它这个等于an加1 这就叫做 佛想数学 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第一分 亨姆越小 它的值越大 所以an就大于an加1 马上就正出来 所以 这一个sequence 递减 好 考试如果很懒就行了 懒惰的话就行了 这个箭筒都超多臭 还是很臭 好 大家问你 对不对 这个是最简单的 判断递减最简单的方法 好吧 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给你回去当作业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个方法也可以做 刚刚讲的也可以做 你看到an加1是谁 an加1是就变成 an加1的平方再加1分之an加1 对不对 想办法直接 直接证明 直接证明 这个回去可以当作业 直接证 an大于an加1 请你直接证明 好吧 回去可以当作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要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来这个方法的概念呢 就是又回到它一负的函数 我们再回来看这张图 好你看 如果我现在能够找到这一个sequence 就是它所依附的函数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些蓝色的点会依附在什么 红色的这个函数的上面 对不对 你看 如果红色的函数递增 红色的函数递增 那你依附的那些点字也递增 对不对 如果红色的函数递减 你依附的那些点字也递减 没有问题 那你说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这个函数都是可以微分的 那我们可以用微分来判断 它所依附的函数 如果一次微分大于0 递增 那上面的点字就跟着递增 如果它所依附的函数 一次微分小于0 递减 那它手上面的那些 激混石的点字就递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所依附的函数 来观察 所以我们现在教你的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要学 因为我们后面在学 积分减定测试法的时候 积分测试法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概念 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找出它1负的函数 1负的函数怎么找 把所有的n换成x就好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 x大于等于1就行 好 所以找出它所1负的函数 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要判断它所1负的函数是 递增还是递减 它所1负的函数只要递增 那这个sequence就会递增 它所依附的函数递减 这个sequence就会递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递增还是递减 它可以微分 所以把它微分 好 微分等于多少 微分等于1除以2x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于等于0 所以这个大于等于0 递增 你不知道证明它递减 那怎么变递增 你不要罗毕达做多了之后就给我写这样 好 因为罗毕达做很多很多很多写这样 他说两个相处的微分等于上面微分除以下面微分 不对 那这罗毕达定理告诉你说 两个函数相处取极限 对不对 会等于分子的微分除以分母的微分再取极限 那是那个定理 两个函数相处的微分 不是这样做 两个 两个函数相处的微分是什么 是分母的平方 分支前为 后部为 减掉前部为 后为 对不对 这才是你的公式 刚刚的公式是错的 就会等于 好 x平方减掉两个x平方 所以变成负x平方 还有一个加1 分母是x平方加1的平方 x现在只要大于1 上面就是负的 下面一定很正 下面一定很正 上面只要x大1 不要考虑等于1 他就一定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会小于0 对所有的x大1 不要考虑等于1 他就会小于1 所以他所依附的函数是递减 所依附的函数是递减 所以上面的sequence 就会递减 所依附的函数是递减 所以上面的sequence 就会递减 因为f这个函数是递减 递减 好 在哪里递减 1你要考虑不考虑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只是一个点而已 所以呢 我们上面所依附的这个sequence 也是递减 这个方法很重要 记起来 这个方法很重要 记起来 我们在积分 测试法的时候 积分减定特殊法的时候 我们会挖这个 就是2.3节 就是2.3节 我们会到这里 所以把它学起来 你们实习课是礼拜几 礼拜四 那放假都没有放到 只有放到上礼拜五 上礼拜 上礼拜 我这个学起的 课在礼拜五最爽 因为好像放掉很多天 不知道诶 你住校跟我说要放到3天 还是1.5的话就是放到3天 上礼拜又上礼拜五 因为下礼拜又放假 我比你更惨了 我礼拜一没有课 我礼拜一没有课 哈哈哈哈 我比你更惨了 他一直给我放礼拜一 他一直给我放礼拜一 起死了 好来 我再往下看 都操完了 好接下来看一个新的概念 这新的概念 你以前高中可能没学过 这个概念就是有戒的概念 有戒的概念 有戒的概念 来 好我们来看一个有戒的概念 好 我们说的一个sequence 他bundied above 来 把这个画起来 bundied above 这可能你以前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上面被围住了 above就是上面的意思 bundied就是围起来的意思 像柵栏这样围起来 所以他上面被围住了 所以这个单级就是 有上镜 上面被围住了 有上镜 有上镜 什么意思 有上镜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sequence 永远不会超过一个固定的数 一定不会超过一个固定的数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固定的数 Number大N Number大N 一个固定的数 这个大N不是无穷大 他是一个固定的数 例如1000 1万 1000万 随便 一个很大的数也没关系 他只要有一个数 所有的sequence 都小于等于这个数 那我们就说他有上镜 就是他 上面被围起来的 他永远不会超过这个大N 那我们就说他有上镜 这概念蛮简单的 就像下面这个 你看 你看 这个地方是1 这个2分之1 3分之2 4分之3 5分之4 6分之5 这样一直下去 8分之7 这样一直下去 你看 他永远都被1所围起来 你说老师他会不会被2围起来 会 会不会被3围起来 会 会不会被1000围起来 会 所以他有上镜 他的上镜是谁 这边你看 这边是1个 所以你可能 我问你他的上镜是谁 有人可能会给我写答案1 有人会给我写答案1万 有人会给我写答案1000万 都可能 都可能 他只要上面被围起来了 我们就说 他有上镜 这样 好 那上镜可能会有无穷多个 像这样上镜就有无穷多个 一定是无穷多个 那1是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在高等微积分里面 我们会常常讨论这个所有上镜里面 最小的那一个 这是最重要的上镜 那 好啦 我们再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 反而会觉得很怪 在吸收的 起来 好接下来介绍什么叫做下镜 什么叫做有下镜 Bundi的Blow Blow就在下面的意思 所以Bundi的Blow的意思就是有下镜 就他下面也被围起来了 下面被围起来 好下面被围起来像这个 你看这个下面有被围起来 有 你看他永远都大于零的 所以零就是他的一个下镜 可以吗 他永远都大于零 每一个都大于零 所以零就是他的下镜 你说老师 我作用1分之1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所有的都大于等于1分之1 所以1分之1也是他的一个下镜 没有问题 只是看起来这个1分之1是这个sequence 他下镜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在高等微积分里面 下镜里面最大的那一个也很重要 所以上镜是要找最小的那一个 下镜是要找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如果你念高等微积分 或者比较念 比较高深的一些数学 你就会发现这个会弄得很烦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 这个什么叫做有戒 Bunded 什么叫做有戒 什么叫做Bunded 应该是后面这个 什么叫Bunded 什么叫做有戒 他没有告诉你上戒还是下戒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上戒下戒都一样 好不好 如果我做一个sequence 它是Bunded的sequence 它是一个有戒的一个数列 我做一个数列 它是一个有戒数列 什么叫做有戒数列 就是这个数列有上戒 也有下戒 就是说呢 这个数列的值永远不会超过一个大M 永远也不会小于一个小M 永远不会小于一个小M 就是这个数列会不会围起来就对了 我们就叫做Bunded 上面也被围起来了 下面也被围起来了 那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数列它是一个Bunded的sequence 好 应该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例子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Bunded的sequence 因为这个sequence 1它永远不会大1 这个数列永远不会大1的 这个数列永远都不会小D 所以它被1跟0 围起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Bunded的sequence 好看一下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有戒的一个数列 这叫做有戒的数列 有戒 好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 好来 这个定理把它记起来 背一下 虽然没什么用 对你们没有什么用 但是对学数学的很有用 而且对你念研究所的时候 例如你要念到一些什么通讯的东西 一些数位讯号的东西 念到一些讯号 通常你们念工程都会学到讯号 那学到讯号 或者你在学 工数里面有可能会看到一些 无穷的极数 都有可能 无穷的sequence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定理 来这个叫做monotonic sequence 叫做一个单调的一个 数列的一个定理 所以我说monotone的一个 monotonic sequence 这个定理其实很简单 它只要两个条件 如果我知道一个sequence 一个数列 它是有戒的 注意这里 它只告诉你有戒 所以它有上戒或下戒 两个都有 有上戒也有下戒 其实在数学上 在高等微积部 可以放宽 它可以没有下戒 只要有上戒 但是有上戒就要搭配地增 有下戒就要搭配地减 但是我们这边 微积部讲的比较严谨 比较 紧一点 就是说它有戒 有上戒也有下戒 而且它是monotonic monotonic就是单调 对不对 你要记得单调地增不然就地减 地增不然就地减 也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sequence 给你一个有戒的sequence 而且这个sequence是地增的 它有戒 那你就可以马上判断它是收敛 就可以马上判断它收敛 一个sequence 只要是地增的 它有戒 我就可以判断 只要是地增或地减 它又有戒 我就可以判断它一定收敛 它一定收敛 问题来了 它收敛到谁 谁 不知道 好不好 你说老师 收敛到谁不知道 那有用吗 有用 它收敛 但是我知道它收敛 但是不知道它收敛到谁 举个例子 像澳洲 澳洲 有一种动物叫袋鼠 大家也都知道 澳洲的袋鼠是没有天底的 所以它会一直繁殖 一直繁殖 所以它没有剂 那这个在自然生态上面呢 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一直挡 一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没有天底 所以在澳洲呢 的袋鼠是可以随便杀死 你开车开开就可以 所以我去澳洲玩的时候呢 我去澳洲参加研讨会 开车在路上 那个路上呢 到处都是尸体 那个尸体不是狗尸体 是袋鼠的尸体 因为它袋鼠它晚上呢 我那时候开夜车开开开 晚上开开 就紧急刹车 为什么 因为有一只袋鼠拱拱就站在你前面 他看着你 就站在你前面 就在看着你喔 它也不会躲 那就拱拱看着你 然后呢 开开开开又紧急刹车 为什么 因为这只袋鼠更笨了 他是跳出来要自杀的 因为他从旁边就这样跳出来 跳到你面前 然后自杀 因为他们看到光 他们都好奇 他们就跳出来 然后你就会撞到他 撞到他就算了 没有关系 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去的那个是澳洲最南边的小岛 大概台湾的两倍大 所以那个袋鼠大概只有这么大字 那袋鼠这么大 他们袋鼠很多品种 这么大字 他们有一种袋鼠是跟人一样大的 那个你要躲他 不是他躲你 因为你撞到他之后你的车子一定会爆销的 前面就凹下去 而且有的袋鼠还会攻击人 很凶 他们有一种红袋鼠会攻击人 通常都在澳洲的中部 澳洲中部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红色的石头很漂亮 我很想去 一直没有机会去 他们讲这个袋鼠 主要是讲到他们在生物上面的应用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生物 像九一地震 他把三分成两边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看 在这边的生物 他到底他会不会收敛 就是他的那个生物一直繁殖之后 会不会繁殖到一个固定的 像人好像就不会收敛 越来越多 有些动物他就会收敛 就是他的量 他的量的大小是固定 那他固定的他到底固定一千只还是一万只还是一千万只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看他 时间长的时候呢 他到底会不会去进到一个固定的值 对不对 如果他去进到固定的值 那这个动物在这个地球上呢 他的危害就比较不会那么大 他危害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是不是收敛就很重要 那他收敛到谁其实不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动物他的生长曲线 他是一个地增的速裂 他有上界 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界的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monotonic sequence定理 告诉你他是收敛的 那收敛到谁就不重要了 这是在生物学上的应用 真的有这个应用 细菌的成长也是 像SARS SARS呢 那时候SARS SARS在台湾流行一阵子 对不对 他只有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时间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就有数学家就在研究 他是不是那一种会消失的 就是他到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收敛就去进党兵 就去进党兵 后来数学家的研究他的行为模式之后发现 真的跟实际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因为在中心大学的老师在做出的 那老师后来被重金挖角 挖到中国药学院去 因为他做这个 他做的是流行病学的那一种曲线 然后最重要是看这个曲线的模式 他的微分方程 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收敛 如果会收敛的话代表这个病菌呢 他的危害就没有那么大 如果他不收敛 那个病菌的危害就很大 好 所以你只要记起来这两个条件 把这两个条件记起来 为什么讲这么多废话 因为我们还有 15分钟 来 还有一题啦 那你讲完就下课 好来 所以两个条件记起来 一个是Bunded 一个是Monotonic 就是有上界有下界 另外一个就是地增或地浅 他就会收敛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呢 这个就是我讲过的 这个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例子 还有一个是 回去给你一个作业 不好意思 回去给你一个作业 不用教啦 有兴趣的才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更号2 2加更号2 记着下去 这课本的细节都有 课本的细节都有 那我以前高中是放在古中教材里面 那我们在做这个sequence 之前呢 我们要先观察他的模式 这个数列之前 要求他极限之前先观察他模式 你会发现他的第一项是谁 更号2 这是他的第二项 这是他的第二项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第一项竟然藏在第二项里面 他的第一项在这里 这是A1 所以A1乘以2在开更号就是第二项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项 第二项会藏在第三项里面 第二项在哪里 第二项是根号 对不对 根号2根号2 有没有 这是第二项 所以第二项乘以根号 第二项乘以2在开更号就是第三项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 DN项 DN项会藏在N加1项里面 有没有 就是把DN项乘以2在开更号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当然你的第一项就是谁 根号2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出一个诋毁的式子出来 高中有一些在学数学归纳法都在学这个 就可以把它刷出来 刷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想办法证明它是收敛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刚刚学过的 所以你要证明它两个 它是递增 再加上它有上戒 所以要证明它是递增又有上戒 递增的话就是它是一个monotonic 那它如果有上戒 它的下戒一定是根号2的 因为每一个数都比根号2大的 所以你要证明它有上戒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sequence 是熟练 这个sequence 是熟练 这一题不容易做 好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步骤写下来 来第一步 我们要想办法证明 它是递增 递增怎么证 递增就是证明后向比前向大 这叫递增 所以要证明后向比前向大 递增 好这个怎么证呢 数学归纳法 我讲一个数学归纳法的记法给你听 记一下 来 用吃饭来做例子 吃白米 吃一粒米不会饱 所以你一定要一粒米 再来呢我们要假设吃k粒米不会饱 好 吃了k粒米不会饱 你再多吃一粒 你还是不会饱 对 所以吃米不会饱 所以你吃饭是不会饱 这叫数学归纳法 记起来 好 所以我们要先假设 我们要先算 不是假设 我们要先看 n 等于1的情况 吃一粒米的时候 先证明它不会饱 n 等于1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对不对 n 等于1的时候 n 等于1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第1项 第1项是谁 根号2 对 第2项呢 第2项是谁 第2项是根号 2在根号2 怎么证明这个 怎么证明第2项比第1项大 我们把平方就可以把根号拿掉 所以你看 第1项的平方大于0 这个大于0 不要写大于0 第1个a1大于0 a2也大于0 所以我们看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是谁 2 2当然会小于 2乘上根号2 你说老师为什么 因为根号2是大于1的数码 根号2是1.414 乘上2就变成2.8多了 当然大于2 那这个就是a2的平方 所以自然会得到 a1是正的 a2也是正的 所以a1当然会小于a 所以 n等1的时候是对的 所以吃一粒米不会薄 好 那接下来我假设什么 假设n等k的时候是对的 你要去证明n加1的时候是对的 好 所以你要去假设吃n粒米不会薄 吃k糕米不会薄 所以假设 n等于k is true n等于k是对的 是什么意思 n等于k是对的代表 就叫dk下 会小于dk加1下 我假设它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去证明n等于k加1的时候也是对的 好 想要证明 n等于k加1的时候也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什么证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我已经知道 ak小于ak加1 所以你一定要用到这个 一定是要用到你假设的 这个是一定要用到这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证明n等于k加1的时候是对的 所以我就是要证明 ak加1小于ak加2 所以我先算一下 ak加1 ak加1等于什么 ak加1等于根号 两倍的ak 那ak小于谁 这里带进来 这个把它带进来 ak小于ak加1 有没有 ak小于ak加1 所以这当然会小于两倍的根号 对不起 根号两倍的ak加1 写错了 所以它会小于根号 两倍的ak加1 那两倍的ak加1是谁 对不起 这个地方带k加1 那这地方就变k加2了嘛 对不起 所以它就会 等于 这个是等于 ak加1 再加1 这是k加2 所以 n等于k加1也是对的 好 好 因此 直接 白数学归纳法 这很烦 一直写错字 对不起 数学归纳法 英文怎么写 Mainable Industion 这叫数学归纳法 Industion就是一个推一个 数学归纳法 我们就可以得到 后项会比较大 对不起 你看 光一个地震就这么久 就这么久 光一个地震就这么久 你要证明它有戒 所以你要证明它有上戒 你先看一下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这边只证明它地震 还没有证明它有上戒 好 来 为了同学你自己先证一下它有上戒 证法一样 那你说老师它上戒要找谁 你可以找一个很大的数啊 可以找1000 再证明看看1000是它的上戒 你也可以找10 证明它10是它的上戒 都可以 证出来都会是它的上戒 那我们可以找它最小的上戒是2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是2 这一题已经做好多别了 老师2 好 你如果不知道 像我以前高中在念的时候不知道 我会先拆10 拆5 因为我觉得它怎么乘都不会可能超过 好 没有问题喔 来 我们来证明它的上戒 开一张牌 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证明 它有上戒 an都会小于等于2 会每一项都会小于等于2 你说老师我用10我可以 当然可以喔 用1亿也可以喔 很少人会用1亿喔 因为1亿要写好多零 你说老师我会缩写 我会写10个几字 也可以 好 来 怎么做 好 来 用数学归纳法 好 来 我们先看n等于1 好 n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第一项的 第一项是谁 第一项是更好2 当然小于 所以n等于1是对的 所以n等于1是对的 很简单喔 比刚刚还简单喔 好 再来我们要假设n等于k是对的 对的 然后n等于k是对的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dk项的时候会小于等于n 然后我们要去证明 dk加1项是对的 n等于k加1的时候就把k加1带进来了 所以我们看k加1项 dk加1项照我们刚刚的定义就是什么 dk项乘以2在开根号 dk项小于谁 dk项小于乘以2 所以把刚刚那个带进来 dk项小于2 小于乘以2 再进来 所以你不只这个做法 还有其他做法 我主要是要教你这个 d帧有上界 所以它会小于等于根号 2乘以2 那就2 喔 所以也是对的 因子 n等于k加1的时候也是对的 所以白数学规则要反 反对 an 所以我们用数学规则法也证出来 原来它有上界 所以用数学规则法证出来它有上界 所以写论就可以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已经证明出来 an它是一个有界的 isbounded 为什么有界 因为它每一项都比根号2大 而且它的上界是2 所以它的下界是根号2 上界是2 那你可能找出来不一样 有人说它的下界是0 因为每一项都比0大 可以 它的上界是1000 好 因为它证出来1000是它的上界 可以 所以每个人找到的可能不一样 但是至少它是有界的 而且呢 它是递真的 所以它是一个单调的 sequence 有界递真的速炼 因此 它一定收炼 收炼 by什么定理 by the monotonic sequence定理 你看这么难写 by the monotonic sequence定理 对吗 对它收炼 收炼到谁 整体可以知道 这可以知道它收炼到谁 你们赶快插我就告诉你它收炼到谁 这种 因为是 对它有很难的 很简单的 不会很难 這例子的課程大綱你會沒有 為什麼要做這個例子 因為我要讓你去瞭解說 它一個地針的數列 然後一個地針的數列 它有上界 那我們就會收斂 來做最後 我來求它的極限值是誰 再來一個擺攝螢幕 剛剛那個就不見了 你回去看錄影檔 來求它的極限值是誰 極限值是誰怎麼求 這樣子求 我們知道an加1 會等於根號 兩倍的an 那我們要知道它收斂 所以limit an 趨近到無窮大 無窮遠的那些項一定會趨近到l 一個固定的數l 這就是你的極限值 因為我們知道它收斂 我們剛剛證出來它收斂了 所以要證明它收斂 你才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怎麼辦 兩邊都起極限 忍耐一下 要忍耐你才知道起步 這個起極限 它可以得到什麼 這個起極限是什麼 無窮遠 你加1還是無窮遠那些項對不對 所以你無窮遠那些項很靠近l 你多加1項還是很靠近l對不對 所以極限可以放進來的 所以極限可以放進來 所以你可以得到什麼l就會等於根號兩倍的無窮遠的那一項還是很靠近l對不對 兩邊都平方l的平方就會等於2l對不對 那因為呢 因為你的l不等於0對不對 為什麼不等於0 因為每一項都大於0嘛對不對 每一項都大於0 而且它越來越大嘛 越來越大 所以它的極限值絕對不可能會很靠近你 這不等於0 所以呢 hello等於多少 消掉一個 因此我們就算出來囉 hello是誰 hello就是它的極限值 所以你可以得到什麼 根號 2加上根號 2加上根號 2加點點點 這個會怎樣 好 稍微一下啦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考不考 好 這個不會考 這是好消息 好介紹這裡有問題就問 沒有問題我們就下課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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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